小谷点 小谷的美全是因为漂亮脸蛋 她们没有前途后求爱情曲线 却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而韩国最媒体老师 获于身材 获于骗子身材 本期话题 女人的身材和脸蛋 哪个更重要呢 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你怎么看呢 为什么 有一大部分 确实是吧 颜值高嘛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颜值高的人 可以早点嫁出去 因为人都是追求美的嘛 所以难免看到美好的时候 会多关注一下 应该虽然这个社会 大家对长得好看的人友善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看重内涵的 我觉得是的 也不是的 为什么呢 有时候是的 有时候不是的 觉得颜值还是非常重要的吧 就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首先就是看脸啊 然后之后才能接受到其他方面啊 我觉得也并不完全吧 可能脸就是从 可能给人的第一印象会让人觉得 看着挺舒服的 然后所以我有欲望 去跟你继续交流下去 但是如果深入交流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看内涵的 我觉得作为大学生的话 就是要看专业 有些专业就是看脸很重要 但是比如说像 这大种高学历的地方 就最终还是需要学历 感觉从古至今都在看脸啊 什么唐朝回眸一笑百媚 深啊到现在 在说什么求包养啊什么白富美 他都是在看脸 但是呢 现在只是把这个话题挑明而说 也是这句话嘛 也是现在一句流行语吧 就是对你自己身材跟脸蛋 脸蛋有自信呢 为什么 都差不多吧 也没有说非常自信 但是觉得也够用了 对身材不自信 因为我比较胖 都不自信可以吗 可以啊 现在可能是脸吧 因为最近胖了很多 都不自信 本来已经长成这个样子 也没什么办法了 脸蛋吧 为什么 因为身材没有那么好 真的没有 可以说皮肤白吗 身材吧 为什么 因为丑 因为人丑 应该是脸吧 为什么 脸好看吗 看我对不到一米六的身高 我就是对身材我也就呵呵了 身材吧 因为长得比较高 都不太自信 为什么 因为觉得胖啊 你胖毁所有啊 你胖毁所有 两个都不满 脸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不够高啊 你不要拍我下半部分 男生一般会看重脸呢 还是看重身材呢 脸啊 脸吧 为什么 打蛇打七寸 看人看脸 脸蛋 颜值高嘛 不能生 不能生起来太好 身材太好 太有诱惑力了 那可能要看脸有多好看 身材有多好了 就是男生吧 可能还是看脸多一点吧 看脸吧 脸比较漂亮的位置 瘦了的话会是个女生 我觉得是看脸啊 嗯 为什么 身材可以练出来 脸的话你后天 除非你是整容 否则你也改不了了 在看重脸的基础上 看重身材 身材 嗯 为什么 因为关了灯 反正你也看不到 应该是脸 因为是很多男生 喜欢漂亮的女孩 觉得应该是身材吧 嗯 为什么 就身材不错的女生 其实只要好好打扮一下 基本上应该颜值都还 不会太低